自从刘国良信任国评主教练一职而退出国家队,虽然他不在其位,但是在背后默默的为国评众贡献,刘国良无时无刻的在宣传乒乓球这项体育项目,最近他又回到了大众的视野中,此次刘国良是带有喜讯了。 这个好消息不是刘国良的女儿夺管,而是他自己拿奖了,这一荣誉正好是为老被打脸,于是很多网友纷纷表示,或许刘国良会重新被重用,有良知的国人都力挺刘国良,好期待刘国良回归职交国评,重振国评雄方,刘国良的职交能力无庸置疑,他望着他能早日回归国评,为祖国的乒乓事业再立新功。 近日,刘国良的大名赫然的出现在体育总局,发布的第二届国际奥运会终身教练奖候选人名单里,经常关注体育的朋友们都知道,终身教练展示颁发给对奥运体育运动,有突出贡献的教练,此想象具有很高的荣誉。 中身教练候选人名单中,除刘国良之外,还有张军、孙海平、郎平、周济鸿等知名教练,这些知名教练在中国甚至在国际上,都有一定的声望和威名的。 不仅如此,在这份名单里,国平功勋教练被排在第一位,而且并没有标注排名部分先后。 这不是清清楚楚的表示,体育总局任何刘国良的指教能力,承认他是第一马,看到这份名单的球迷们,也是非常的高兴,毕竟当初有人眼不识珠,看不得刘国良待在国平里。 如今连官方都承认刘国良的指教能力,看来刘国良的回归是指欲可待了,即使不是重回国平当主教练,哪怕为中国平堂做一些时效性的工作,那也不算是浪费刘国良的能力,对此,大家是否期待刘国良的回归呢?